立法用司法法制委員會13號持續針對促進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相關草案 進行逐條討論 其中針對原住民促轉小組給予調查事實及證據的必要 是否因享有調查權限之討論 民進黨立委由美女認為 在目前總統府的原轉會 行政院的原基法推動會以及原民會等機制之上 在設立一個性質相近的任務編組 恐怕有跌穿嫁屋的疑慮 你今天總統府再加上原民會 再加上你們的所謂的原基法的推動會 這三個 但是如果說我們今天在行政院裡面又設立一個原處會 那這個原處會的權力跟所謂轉型正義的 其實完全一模一樣 其實就是把它造超過來 而立委業已經針對調查權限也提出意見 認為調查土地時如果遇到私人土地的部分 封存或扣留原本可能會造成人民的擔憂 譬如說調查的時候得為複製留存備份 這個很好但是問題是它還後面還有必要時並得封存或扣留原本 那這個就會開始會有人民的財產的時候它會有疑慮 它會害怕在執行的時候就必須要非常小心 時代力量立委搞入一用 則以藍與核廢料真相調查為例 總統府原轉會因為沒有實質的調查權 造成真相還原困難 因此未來如果要確實執行促進轉型正義 並恢復原住民族傳統土地權利 賦予工作小組實質的調查權絕對有其必要性 我們應該要務實一點看現在的狀況 在原轉會在總統府這樣的一個高度底下 你如果沒有賦予它調查權 完全沒有辦法做出真相調查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而立委高金素媚也提到即使調查的過程繁複且龐大 但是只有透過調查才能夠去還原整個歷史過程 而還原整個歷史真相並不代表要去搶取任何人的財物 你說要不要討論呢這個過程需不需要完整的去還原呢 當然需要 所以我們需要這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這樣的一個過程 由於討論版本過多各委員爭論以上五人無法取得共識 審查進度牛布 因此召委王玉民財事會議休息 建議原民立委共同擬定一份臨時動議版本 讓整個會議可以更聚焦 原事新聞的28號立法院採訪報導